慢性发炎 伤大脑影响情绪 适当的发炎反应对人体的免疫系统很重要 但当身体累积太多废物就会造成慢性发炎 进而损伤大脑等器官并扰乱情绪运作 台湾营养师王仁维指出 有三类食物可以帮助身体抗发炎 分别是彩虹蔬果含Omega-3的好油以及辛香料 王仁维在脸书粉砖发文 列出慢性发炎影响情绪的三大原因 首先是皮质醇过劳 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能调节压力 含有助身体抗发炎 但如果体内发炎反应太旺盛 皮质醇就必须加倍分泌 导致身体对高浓度的皮质醇疲乏 分泌皮质醇的机能就会过劳 抗压能力也随之下降了 其次是糖类摄取过多 体内多余的糖容易与蛋白质结合 形成糖化中产物 它是体内的纵火犯 到处跑并让器官发炎 此时蛋白质就像被绑上枷锁 再转变成荷尔蒙的过程遭到干扰 情绪荷尔蒙的运作就会被打乱 最后则是肠漏症渗入有害物质 肠道环境不佳会让坏菌大肆生长 造成紧密的肠道B细胞产生裂缝 形成肠漏症 肠道若失去隔绝能力 原本体积较大 不易吸收的有害物质 就会趁机渗入体内引起发炎 并延住肠脑轴 从肠道影响脑部与情绪 王仁为表示 有不少食物都能帮助身体抗发炎 可以善加利用平衡发炎反应 同时也分享三大类抗炎食材 彩虹蔬果 植物为了抵抗紫外线与各种外来伤害 产生五颜六色的植化素 比如花青素 茄红素 云香素 类黄酮等 对人体有许多好处 包含清除自由基 活化免疫 抑制发炎等 而蔬果们不仅有肠道好菌需要的膳食纤维 还能补充被压力消耗掉的维生素C 含Omega-3的好油 油脂经过分解后产生的脂肪酸 可以分为饱和与不饱和两种 而不饱和的脂肪酸依照化学结构 又分为Omega-3、6、9 其中抗发炎效果最好的是Omega-3脂肪酸 因此王仁为建议 增加饮食中摄取Omega-3脂肪酸的比例 像是青鱼、鲑鱼、秋刀鱼、坚果 奇亚籽、亚麻人油、紫苏油等 尤其鱼类富含调节免疫的维生素D 辛香料 充满风味的各种辛香料 有助调节发炎反应的平衡 善用辛香料不止抗发炎 增加香气也能让心情更加幸福 健康生活编辑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